我們今天主題生命倒數時是 最主要就是綠望劇團 有很好的這個戲劇要上演 那這次推出的叫當你轉身之後 這個是舞臺劇原作劇本叫做WIT 然後是由美國劇作家 瑪格麗特艾德森 他寫的 在一九九五年一月的時候 在加州推出首演 也就是說現在距離三十年 一九九九年得到普利茲戲劇獎 那二零零一年改編成電影心靈病房 搞不好大家也去看過 那二零一六年被這個綠光劇團引進來 帶給臺灣的朋友 然後這個接到二零二四 所以貝尼敖原班人馬再度演出 那重點就是說 那這個戲要表達什麼 戲是要直視死亡跟探討多方面哲理的深度作品 舞蹈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嗎 其實綠光劇團之前 除了人間條件系列之外 還有臺灣文學系列 另外其實有一個我蠻喜歡的 就是從外國劇本裡面 世界劇場 世界劇場 去裡面找題材 人間條件系列 臺灣劇場 臺灣 臺灣文學系列 臺灣文學系列 還有世界劇場 世界劇場 他幾個就是北安 還有吳丁謙 還有他們幾個 有幾個人 他們去專門去練一些國外的劇本 看有沒有適合在臺灣的這樣 那有幾出 我覺得都很好 都演過都很好 那Proof 北安年的 還有八月在我家 那個也拍成電影 那個後來拍電影 那這個WIT是其中之一 然後我覺得最主要 他是在講一個教文學的 對人生跟的人生歷程 或是對命運等等 應該非常透徹的人 他面臨生命尾聲的時候 他會 他的 他的整個形態會是怎樣 他怎麼樣去看待生死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 對不對 他是教文學 文學裡面太多這個東西 只是那時候不一樣 就是說研註裡面 是這個教授是教英國十四行師的 英國文學十四行師 我一看十四行師 我看他給我忘了 這就是很那個 那你要 你要改成臺灣的話 你就必須要 比如說 他裡面講那個醫生 曾經是他的學生 對 那你除非是 文學系 修學去改考醫科 那不然很難嘛 那還好 因為你叫修大醫中文 所以這個老師 這個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跟其他人的關係 等等等等 都必須要重建 就是重新好像讓他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臺灣 就這樣 那我覺得對我來講 那也是一個挑戰 而且利用那個機會 可以看很多書 逼自己看 因為他教十四行師 你再教中文 你教中文說 你會用到什麼 你會用到什麼東西 這樣子 書式的詞 誰的什麼東西 這樣你要去看 還有講生死 講最多大概是裝紙 所以那時候練了很多書 裝紙你也不曉得什麼 從頭看起 而且要快速時間裡面 去理解某些東西 所以你只能上電腦去查 有關於裝紙的論文 各種碩士論文 那很好一次吸收 但是我跟你講 保證讓你睡著 因為裝紙真的很愛說 裝紙很愛說話 教會講過書 教會講過書 他常常舉一些奇奇怪怪的例子 那又文言文 我說真的不容易懂 不容易懂 對